大家好,欢迎来到巴勒科普,我是特爱说事,专心科普的小巴勒。 日本人的肠上是世界文明的,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可最长寿的人就是一位日本女性。 日本人中的百岁老人很常见,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。 有纪录表示,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7.26岁。 随着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有很大的增长。 中国女性平均寿命是79岁,男性是73岁。 我们可以看出差距,而且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年龄上,还有老人在晚年的生活质量。 毕竟现在的健康寿命的新概念是无需护理,并非卧床不起,可自立生活的人。 这样的老人才算健康的寿命。 找小巴勒就跟大家讲讲日本人长寿的原因。 第一是喜欢吃鱼类。 日本虽然国土面积狭小,但四面还水,有数不清的水产资源,所以靠水吃水。 日本的各类海产品丰富,日本料理中的刺身寿司是世界有名的吃法。 鱼肉含有对心脑血管有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,含有锡元素对抗氧化和免疫系统十分重要。 第二是喜欢吃海藻。 经常吃海藻的人脑中风少,长寿的人群也变多。 海藻日量低,而且含多种矿物质。 第三是坚持运动。 日本很多老人到了90岁还在坐农活,100多岁还要坐仓保持身体灵活。 而中国长寿老人大多在农村也是因为坐农活的原因。 第四是多喝茶。 日本人喝茶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。 茶水含有茶叶的有益物质,如茶多糖等。 长期喝茶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,降低肿瘤的患病风险。 好了,今天的科普向上诚就到这里了。 我是小巴乐,下期再见。